OK我们来看一下中间这块实现 那左边是一个行号 那么这个行号其实我可以用label 我也可以用list来实现 对吧 listbox 那么这块的话 回头我们在实现时候 再详细的去玩 那我现在先用label来给它替代 好吧 然后中间这块输入内容的话 我们就用个text就好了 对不对 就大量文本的这样一个输入 而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布局 该怎么样来玩 首先我用一个label 然后但这个label的话 我希望它是外轴填充的 就在pack的时候 它的一个fill我设置成是外轴填充 所以它就会把这给自动充满 然后那么类似的方式 我们这个textpad 我们让它双向填充 就是外轴也充满 而且x轴吧 剩下的区域也充满 我们就不就可以搞定了吗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直接来实现它 中间这块区域 我们知道 line number and text 好 我们定义一下前面的这个label 看 l line label 等于label root y ways 同样给它定义一下它的这个宽度 比方说ways等于两个字体宽度 好吧 bg 给它一个字体的这样一个颜色 随便给它一个给它一个yellow或者什么的 yellow太那个了 这个这个颜色叫 antique 这个都是到官网去查询啊 我也记不住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用RGB值 这样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地方写错了 bg不是bd 然后把它进行一个呈现 pack的时候 我刚刚说了 首先它是在居住 left 然后 它有一个填充吧 填充是外直柔的填充 好 这块就搞定了 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下text text pad 等于 text root 然后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text 我需要它将来会有undu的这个功能 所以我这里给它一个undu等于true OK 这个当然不加也行 我们后面再用的时候再玩 然后textpad pack 我直接给它显示啊 这个地方就有点意思了 我允许它进行扩展 所以我给它一个yes 然后填充是x轴和y轴两个方向 所以给它一个boss 好 但是在这个地方大家又要注意了 就在它的右边实际上还有一个screwbar的 对吧 还是有一个screw 那属于这个screw的话 我们会用到一个叫screwbar 我们来继续把它它也给加上 然后screw等于 无非就是要让它给显示出来嘛 对吧 而且是y轴显示 所以这个screw是属于谁呢 属于我们的textpad 好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设置 它config了一下 让它的y轴给显示出来 就是y-screw-screw-command 等于screw-set 就去设置它 就让它的y轴 如果x轴要显示出来 我们就设为x就可以了 这个参数呢 是到官网直接大家自己去查询就好了 然后这个我就不演示了 然后同样的screw我们也config一下 config一下 那么这个config如果它在screw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什么操作 对不对 那这个回头我们再来再来弄吧 就但是但是我们实际上它跟那个 就是我们在做操作的时候 实际上我在点击这的时候 如果文本超级多啊 我们来想象一下 我们在挪动它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让它写对应 也就是说我在操作它的事件的时候 它是不是也应该跟着去动 所以在这儿其实又是 就是通过screw这样一个配置 一个command来实现的 这是一个系统command textpanel.yview就可以了 好这样子就实现了 然后最后我们把screw显示出来 pack side等于right 让它在右边出现 ok feel同样的feel是y ok 好这样我们就实现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哦看哪里有颜色代码出错 我们来看一下 antique white bg等于这个 然后它的宽度等于这个level 哦这还多敲了一个代码 把它删掉 运行 好搞定了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实现了我们想要的这个效果 对吧 而且它和它之间是有这样一个对应关系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让那个screw bar出来啊 你看点击了是生效的 对吧 这样子就达到了我们这个效果 这个稍微窄了一点 我给它弄宽一点吧 弄宽点好看点 对吧 我们来更改一下geometry 比方说它的宽度我们就用800 再来看一下效果 这样会更好看一点 我们都不断的去 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微调 好这样子好看多了 对吧 好那这一刻 讲到这儿 我们的UI就已经完成了 对不对 我们的界面就已经完成了 那下课开始 我们就开始来实现功能 下一课开始来实现功能 OK好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课开始